密期的经历 是一种荣光的密期经历 light mysticism 那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提过一位东方的教父 他讲什么 他讲什么 darkness mysticism 你记得吗 也是贵格力 但是是离善的贵格力 东方的教父 但是 griculite the great 它还是受到 欧利根的影响比较多 强调在神的光中得见光 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四十章 出埃及记四十章 chapter forty 四十章的三十四节 我们一同来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 也花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当神的荣光完成了神的荣耀 神的降临 临到祂的会幕 在这里描写 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那这个的荣光 在希伯来文是 shekina shekina 就是神的临在 神的荣光的意思 那么在我们湾区 有一个叫shekina church 是翻着什么 荣光教会 杨医师那个教会叫什么中文 荣神 荣神 他翻成荣神 其实他英文是shekina 是荣光 是神的临在的一个意思 然后他这种的荣光的密切教导 在他所写的这个圣徒的传记 Dialog这本书里面 他描写到圣本读的一段的经历 然后我们看一看 我不晓得我们讲义有没有这一段 The man of God 讲到这个Saint Benedict was standing at his window where he watched and prayed while the rest were still asleep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he suddenly beheld a flood of light shining down from above more brilliant than the sun and with it every trace of darkness clean away 当众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神让他醒很清醒的 然后就看见神的荣光 从天上就浇灌下来 一切的黑暗都除去了 the whole world was gathered up before his eyes in what appeared to be a single ray of light 好像整个的世界呢 在他眼前当中就成为一束的荣光 好 解释他对神的经历跟认识 神的一个灵在 基本上是一种荣光的一种的彰显 然后第六方面 他提到这个罪的问题 罪的那个的可怕 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灵魂 被罪来捆绑 作为成为肉体的奴役 被肉体来控制 那既然我们的灵魂被肉体控制 那么就比肉体来得低下 因为你被肉体控制 你的灵魂就低于这个肉体 人就变为卑贱 你做了肉体的奴彭 所以你就比肉体来得低下 人就显得卑贱 他说透过我们对神的默想 对神的亲近 你的灵魂 人可以超越你的肉体 因着你超越你的肉体 不被肉体来捆绑 反而你能够主导你的肉体 掌管你的肉体 胜过你的肉体 所以你的灵魂 在控制你的肉体 高过你的肉体 所以这个人就变得什么 高贵有价值 看你是随从肉体 还是随从圣灵 对你灵魂的引导 所以他说我们的灵魂 成为亲近神的一个的阶梯 灵魂的阶梯 当我们这个灵魂超越我们的身体 在亲近神跟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就被提升 所以假如用图来说明 本来是个平面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身体 在这个平面里面 好像这个身体压抑着我们的灵魂 但当你的灵魂提升了 你发现变成这个立体的 我们要用点emagination 你的灵魂是立体的 就高过你的肉体 当你亲近神 当你去默想神的时候 你的灵魂就被提升 你就高过你的肉体 也不被肉体来控制 那你就能够活出神的尊贵 活出人的尊贵 人的价值 所以它是从这个 contemplation的角度 来说明这个默想神的重要性 能够让你的灵魂被提升 高过你的肉体 不受你的肉体的安排跟控制 把这个默想神跟成圣 圣的肉体 致死肉体 把它关联起来 所以默想神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 是一个直接 如何能够走成圣道路的一个具体的方法 它从这个角度来看默想神的价值 我说今天用我们很多教会一些的说法 是要等候神的价值 那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应用到今天 祈以炉的价值 敬拜的价值 我们透过在秦以炉对神的敬拜 亲近 我们的灵魂被提升 我们就不会活在肉体之下 当然它那个时代没有讲秦以炉了 但它讲contemplation 但是那个意义跟方法其实是内通的 好 有没有问题关于它的第六点 讲到这个默想神跟生活肉体的这个关系 然后第七方面 它就提到信仰生活的两个door two doors of our faith two doors 他说对我们这些徒是凭信心入门 本于信 我们需要进入这个信心之门 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救 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它说我们这些徒不但要进入这个信心之门 它还说还有另外一个门我们要进入的 就是看见之门 看见 door of sight 不是单单door of faith 还要进入 door of sight 也可以说从believing进入什么seeing 那你发现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不讲的 我们都讲信心 讲这个对神理性的认知跟相信 但是呢很少讲到seeing 好像我们不凭信心不凭眼见 但当然它这个不是指到肉体的眼见 是一种灵理的看见 是一种灵理的看见 灵理的经历 不是单单只是停留在这个信仰的intellectual realm 更是透过这个灵理的看见 更是透过这个灵理的看见 灵理的经历 与神的亲近 能够进入这个experiential 或者mystical的一个范畴 那believing可以说是代表一种理性上的认知 对圣经话语的认知跟相信 对神的一个伤信 但是你不能一直只是停留在这种的intellectual realm里面 你需要进入那个experiential跟mystical realm 那这种mystical跟experiential realm 就是在诗篇42篇 所以他也是 我想他也可以是受到这个奥古斯丁 对诗篇42篇的一个解释 提到神啊 我的心切勿你 如露切勿细碎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我昼夜以眼泪当陨石 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 但是当你在灵里面朝见神 看见神 经历到神 你就会对这些仇敌说 我的神我看见了 能够有诗篇27篇这样的经历 沾仰到神的永美 所以信仰那个近身不是单单伤信 乃是看见 经历 那这一种的经历 也就是今天有些的灵恩的教会 他们很强调被圣灵充满的经历 或者说一些圣灵给他们特殊的 比如说看异乡啊 或者说听到神的声音等等的 这些经历 这些就是属于这个 Experential Mystical 所以虽然那个title跟 label 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那个原则 跟element is the same 我们需要跟神有经历 但有些人的经历是比较 可能是或者说被圣灵击倒 或者说能够看到异象 或者说讲谎言 但是基本上不是只是停留在 这个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of God 经历到神 但有些人看到异象 有些人会听到神的声音 有些人真的在祷告当中 在灵里面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 这种密切的经验等等 那这个范畴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 不太注意的 我们只讲believing 但我们不讲seeing 不讲经历 经历到神 那当然这个经历的范围很多的 有些是真的经历到那种神同在的喜乐 那种被神的爱的浇灌 可以很多方面的 不一定说一定要看异象的 当然就是说你需要经历到神 Experience God 这就是他所讲的seeing God 进入the door of sight 这就是spiritual experience spiritual sight spiritual seeing 那也是我们整个的spirituality 灵修神学 累在生活 引接些的神的仆人 他们的经历 的一个的重点跟追求 让他们的这些经历 成为我们的羡慕 成为我们的经历 是我们所要的 否则的话 我们又回到这个intellectual 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他们的经历 但是我们也没有羡慕 也没有追求 也没有经历 所以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益处 唯一的益处就是你考试拿到95分 所以就是这个quickly the great 他所强调的信仰生活的两善门 the two doors 所以不要搞错这个two doors 不是生之门跟死之门 因为马丁路德有讲一个死的门 进入 经过这个死的门 还是进入神的荣耀 所以他一点都不害怕死亡 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好像很爱主 但很多很怕死的 然后他读一读马丁路德的教导 他一点都不怕死 好 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quickly the great 那个主题讲的那个leod the great 是哪一方面比较高举 他是高举这个 他是首先引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 来肯定这个罗马的主教 这个pop的那个的spiritual authority over the whole churches 他是第一个这样的教导 但是真正落实跟出城呢 是要到了这个quickly 他把它做出来 因着他的灵命 因着这个大环境 因着他的拥有这个的政治的统治权 他真的不单有俗令的权柄 也有俗地的权柄 把这个教王的这种的政教合一 在他身上做出来 那个人一觉那你是不是从欧里根那边传承下 对了 然后又到了上次你教我们就是属灵五官 是不是也是一条线 这条线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受到欧里根的一些影响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昆晚昆尾耀 牧师他分析过就是说 好像天主教这种密气的那种灵修 是属于静的那一种 然后你刚才提到说 我们好像里面派有一种就是说 静拜的时候 你尽情的表达你哭啊笑啊 你所有跳啊那种是属于动的那种 那两个一动一静之就是数路同归 就是要经历神 对就重归在经历神 不同层面的经历 但强调就是说你要经历到神才是最重要 所以就不要去论断人家说 我是静才是最好的 然后说我要跳才是感受神 这是两样都是经历的 都是经历神 安恩说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来怎么样去经历到神 但从层次方面呢 从动而进入静 所以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 也不应该一直停留在那个动的层次 每次好像圣灵的打交关 都一定要在地上滚啊 倒在地上也不一定要 每次都是这样 其实也应该有更高的一些 灵力的看见跟经历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时间 会介绍另外一位神的仆人 他就比较重视那个安静当中的 那种爱佛的教官的经历 很好很好的补充 院长怎么样把这个天主教 他这个密集的这个 可以再带回这个 带到我们这个福音派这个里面 院长今天讲过就是 所以现在感谢神了很多福音派的这些牧者跟神学家 也开始慢慢在教导这方面 比如说这个Richard Foster 他在这些方面也有很多的教导跟经历 那么我刚才提到 慕安德烈他也是在这方面很多的教导 但不是成为一个main feature 不是 很多教会基本上还是不讲这些的 所以可能就是要透过我们这群的 有开始慢慢被开启的这种姊妹 我们来办各样的等候神的盈会 各样的教导 你们多写书 我忙得不得了 我很想写到你们 盼望在你们了 望子成龙 望学生成龙 但是需要透过成为一个movement 才能够慢慢慢慢带回中国教会 多办这种不少的 都是安奈夫妻营 已经很多了 安奈夫妻营 我们来个多半要等候神的盈会 这种默想进食的盈会 大家都不敢来 哇都是在那边默想 又没有东西看 又没有东西吃 就必须有眼睛在那边默想 所以可能是这个market不太容易 但是就是你可以透过办盈会 教导写书 可以慢慢会有些的改观 那个天主教也有一种叫禁言会 完全不讲话 禁言会 也是你自己明修 但是都不交通的完全可以 禁言会 对 这个从中古无言声开始 对 他们有些修士就是叫无言声 对 没有讲话 所以我们上次礼拜不是讲到这个 这个圣本读的教导吗 默言 默言 silence 不讲话 所以我们虽然有些filter 不讲话有时候也不行 夫妻会吵架的不行 讲话太多也会吵架 所以也是有平衡不容易 他写了一本书 我们应该有机会去看 在网上可以download 叫religious affection 这本书是非常好 叫宗教的情操 应该大写 真正的信仰应该是有affection的 是有感情的 很真实的有感情的流露的 不是那种冷冰冰的 安静的严肃的 你真的是跟神谈恋爱的 很真实的 所以谈恋爱不可能冷冰冰的 是有否热的 活泼的 有混的感情 有emotion的 所以真正信仰的表达 是应该有emotion的 你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 应该是有emotion的 不是呢 圣在圣在 或是主在圣殿中 吓得不得了 小孩都不敢动 应该是有emotion 一种爱的感情 喜乐的感情 流泪的感情 你的心是被眺望起来的 韩昌主在圣殿中 哇 那不得了 叫他看看这段经文 是从哪里出来的 是直到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 才读这段经文的 叫他们看看 看看上下文 这个经文是从哪里出来的 是讲到神的审判 要临到以色列 所以他们要输尽静默 好 那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位的神的仆人 叫Bernard Bernard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你们就多写一点 然后就 你们现在都是太好了 我们以前很多年来开这个课都没有讲义的 然后大家都是抄啊抄啊 然后就凭那个抄本就去考试 而且也没有所谓的参考题目的 都不知道考什么的 所以现在我们都被有点宠坏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升一下 提升我们的程度 那这位的神的仆人叫Bernard 然后因为它是生长在Klavos这个地方 我不晓得有没有读错 因为这个是一个法国字啊 法国的地名 好 我把它写一下 最少把人要搞清楚 Bernard of V 它生长在这个地方 Klavos 所以叫Bernard of Klavos 它是109年11世纪的人 好 我们差不多跳过了很多中世纪的时间了 跳过了500年了差不多 它是生在法国这个地方 那它成长的背景是在一个非常近前跟贵族的家庭 然后他21岁就进入了修道院 那他这个人很有leadership 他进入修道院呢 不是自己一个人进入修道院 他说服了他30个好朋友 带着30个好朋友一起进入修道院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影响力跟leadership 他不是个独行侠 他真的是个领袖 带队的 那同时呢 对不起我讲错了 他不是生长在Klavos 他是在Klavos这个地方建立修道院 而有名 所以就被叫为Bernard of Klavos 在Klavos这个地方建立了修道院 也成为这个修道院的院妇 然后他基本上修道院的带领的方式呢 还是接受这个圣本读 这样的严格的修道方式 然后他一生就是过苦修圣洁的生活 舍己 谦卑 全心的侍奉神 他的作品有 On Loving God 爱神 On Meditation 默想神 也写了这个雅各书的奖章 Sermons on the Song of Songs 总共写了86个奖章 关于雅各书的 那他基本上是受到奥古斯丁 Gregory the Great 薄力根的影响 但他的文学非常好 所以他的奖章啊 他的作品呢 文词流畅又美 思路非常清楚 所以有人描写他的文章呢 的风格呢 好像是 A soul saying Or singing hymns to God 他的文章好像是 一首诗歌那么美 对神表达出对神的一个颂赞的 要Bernard的特点就是 他的教义非常的纯正 在护教方面 他也攻击当时的异端跟偏差 第二 他的特点是以圣经做中心 甚至描写说 他的思想 他的讲话 像圣经 He thinks and speaks like the scripture 今天假如我们能够这样被描写就很不错 所想的所讲的就好像是个活圣经一样 你是个活圣经 第三个特点 他非常注重静观 默想 Contemplation 同时也很注重感情的 感情性的 对神的渴慕 Afflection 同时也非常重视 对神理性的认识 就是三方面的一个平衡 contemplation affection 跟这个reason affection 跟reason 所以他对神的静观不是那种 好像冷冰冰的 来是带着对神那种爱慕感情的 这样的追求跟渴慕 同时也是对神有理性的 圣经的认识 也可以说他非常重视这个 loving God and knowing God 这两方面的平衡 爱神跟认识神 因着你更爱神你就更会经历祂 更认识祂 因着你更认识祂 越更多的知道祂 你就更爱祂 所以他基本上是个loving and knowing cycle 一生就是在这样的认识神 经历神爱神的这样一个追求 这是第三 那第四个特点就是他的 灵修神学 他的灵修的经验 基本上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Christocentric 这是他非常好的地方 以基督为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ocentric 所以他说 Write what you will 水里写什么 I shall not relish it unless it tells of Jesus 我会不会来欣赏祂的 除非他有提到耶稣 Talk or argue about what you will 水里面讲水里面在那边辩论 I shall not relish it if you exclude the name of Jesus 我不会欣赏你们的讲论 假如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 Escrew the name of Jesus Jesus is to me honey in the mouth music in the ear a song in the heart in the heart 他说耶稣对我来说呢 好伤我口中的蜜 好伤我耳中的音乐 好伤我心里面的四个 他对耶稣那种的爱慕 一切以耶稣为中心 然后他就讲到我们一定要常常 以耶稣为中心 常常思想耶稣 想念耶稣 才能够真正的效法基督 向基督 透过我们对主的思念 想念 注意 追求跟认识 我们才能真正的imitate Christ 假如你心里面都很少想到耶稣的 很少注视耶稣的 很少认识耶稣 你不可能像耶稣 你不可能效法耶稣 那怎么样让我们常常思想耶稣 帮助我们去思想耶稣 他说透过受圣餐 透过读圣经 透过默想的操练 contemplation 也透过祷告 祷告 祷告耶稣的死跟复活 祷告耶稣的死跟复活 而且以效法耶稣为中心 所以你没有发现他一个特点 不是单单好像 对耶稣的追求是一种个人的享受 或者个人的经历 不是单单停留在经历跟享受 他把这样的经历跟享受 有个更高的目标是要什么 活出基督 像基督 Imitate Christ 所以就是 这个等候神的这样的运动 在台湾开始的时候 领导院长就有点反应 他说他们今天讲等候等候 不讲酸教 不讲传福音 不讲像耶稣 那今天等候来干什么 追求个人的享受 就是肉体 这是林院长的一个反应 因为有时候也的确 假如你今天就是只讲等候神 好像在那边enjoying enjoying等候神 那for what? just for yourself? 也不行了 所以Bernard把这个对神的清净跟contemplation 把它带到一个道德性的境界 能够像基督活出基督 另外我们也注意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三一真神 Trinity的这方面的教导 他非常重视圣灵的重要性 然后他提到说 to be filled with threefold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我们要认识关于圣父圣灵跟圣子三方面的知识 而且被这三方面的知识所充满 to be filled with 然后他就提到我们能够领受启示 this revelation which is made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是因着圣灵把这个启示 对神的认识带到我们里面 not only conveys the light of knowledge 不但是因着圣灵给我们真理知识的亮光 but also light and the fire of love 同时是透过圣灵把这个对神的爱佛 交灌在我们里面 就好像在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 圣灵把神的爱交灌在我们心里面 对第五章第五节 圣灵将神的爱交灌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他非常注重这个圣灵的工作 同时非常注重这个亮光light and fire 这个爱佛两方面 好然后我们来进入他对灵性方面的教导 他在灵性方面的教导非常丰富 那我希望下礼拜Cathy回来都可以把这些讲义弄出来 就是印出来 总共有大概有六七点 那第一点他就提到神一切的工作的高峰最终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你们猜猜看 他会强调什么 神一切工作的高峰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有点像Greekly the Great 他强调神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内师 与神灵里面有经历有联合 mystical experience and union 我们一同参考一段经文 过年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记得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用过这个经文 过年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一同来读 神是信使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造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什么 得分 原文是fellowship coinonium 神呼召我们 恩召我们 拯救我们 祂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要让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团契 灵交 罪得赦免 得心生命 得灵力的能力 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好让我们毫无间隔的 也有这种熟灵的能力 属灵的生命 可以跟神交通 所以神拯救我们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communion fellowship with God 不单是在地上我们享受这种 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 能够藏着脸对看见神的荣光 能够张眼神的永美 能够与神在灵里面亲密的交通 跟神祷告领受神的启示 将来更荣耀的与神的团契是在哪里 在天上 所以在天上 就让这个最终的目的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 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能够看见主 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做言习 在耶稣基督羔羊的信夫里面 与他有那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言习 跟灵里的一个的亲密 所以他描写神的救赎的目的 乃是为了完成一个叫 它叫spiritual divine marriage 你发现它的角度很特别 救赎来是要完成这个divine marriage 或者叫spiritual marriage 然后这个marriage 从一开始得救的时候 来自人的灵魂 与耶稣基督 Word Christ 进到我们的里面 跟我们的灵魂 连结 同在 这个就是divine什么 marriage 耶稣基督在我们灵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与我们联合 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 这样的一个联合 就是一个spiritual marriage 的一个开始 也可以说叫spiritual union 而当这样的一个的spiritual marriage 最高峰是到什么时候 能够完全彰显 奇数十九章 那个羔羊的心腹 被提在空中进入羔羊的婚宴 那个就是 那个ultimate consummation of this divine marriage 所以你发现他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工作跟救赎 好美啊 很romantic 很可爱 不是那么功利 不是那么功利 是耶稣 得永生 上天堂 得一致 得好处 只是讲的太粗浅了 对他来说 他把救赎带到一个什么 更高的爱的关系 他是从divine marriage这个角度 来看救赎的目的 神要得到 他的爱人 与他能够连结 就是我们这些群人 他在寻找预备高养的幸福 他对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 神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 他有这样的一个的说明 就是耶稣进入我们的heart 我们的心 他描写 我们的心呢 好像是一个新天 什么叫新天呢 我们的神不单是好像住在天上 他也住在我们的新天里面 我们的心好像一个天一样那么伟大 可以让这位伟大的神呢 住在我们里面 那他都问到一个问题 你究竟我们的心天 我们的心宅 我们的心宅 不是狭宅的宅 是这个 好宅的宅 我们的心宅 我们的心天 心宅 有多大 能够让主来居住呢 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 你的心天心宅有多大 能够让主有多大的居住 这完全在乎你爱主有多少 你对主的爱越大 你对主的爱越大 你的心宅就越大 让主同住的丰富就越多 就更能够经历到神同在的那种丰富 荣耀跟喜乐跟满足 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的心宅很小 很小 所以主同在的丰富 内住的丰富也很少 所以你的满足也很少 因为你的器皿很小 所以你的领受神同在也很少 那怎么让你的心天心宅能够更大 让神有更大更丰富的临在更充满呢 在乎你的爱 你爱主多一分 神的临在丰富就多一分 你的爱少一分 你的心宅就少一点 神的同在的丰富也少一点 你的喜乐满足也少一点 所以他描写说 as the soul progressively enlarge in love 我们的灵魂的心宅是 因着爱而被扩充的enlarge in love in love L-O-P-E 在爱里面被扩充 爱的度量 it becomes more commodious home for its divine quest 就让神好像更有空间的充满内住在我们里面 当然这个是一个figurative speech 神是个灵 但是它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 来说明到神的同在的丰富跟内住的充满 所以因着你的爱 所以把神的丰满的同在跟充满跟什么连上关系了 跟你的爱 你爱神越多 神的彰显充满在你里面就越多 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去追求更有能力的恩高的特会 然后才能够经历神更多的同在跟彰显更充满 对他来说没有用的 但我们现在觉得有点帮助也的确有点帮助 但是最重要还是你对主的爱 你不要今天就是跑特会 追特会找恩高的讲员东岸西岸 你自己爱不爱主最重要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当然那些特会也有它的价值 对不对 不否定对不对 他们的价值 但是你不能今天就是去追求聚会 你爱主多少 它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你爱主有多少 你的心窄就有多大 主同住的丰富就有多大 你的喜乐满足就有多大 然后他就提到这种主的充满跟灵在 他说不是没有感觉的 他说会让你灵里面感觉到一种 一股神圣的爱佛的焚烧 sensation of the fire of divine love 有 sensation 会有感觉的 会有感觉的有经历的 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荣光大喜乐 这种神圣的爱佛焚烧在你里面 那我们上礼拜有位同学被圣灵的 这个焦灌这种烈佛的焚烧 他说哇热的不得了 他不得不喊 我不要讲明知了 但是为什么他喊出来 那个sensation of the fire is so strong 他差不多热的不行了 要喊出来了 不然在里面爆炸了 是有sensation的 那他说这种爱佛的焚烧呢 就像神对摩西在旷野里面显现 透过那个焚烧经济 经济没有被焚毁 那这种爱佛的焚烧就好像 焚烧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这个人没有被焚毁 他在里面一直烧 然后他说就把摩西里面 一个爱神的一个心焚烧出来了 焚烧出一个爱神的心 爱同胞的心 焚烧出一个他的心的命运跟使命 所以这个爱佛的焚烧也是会有结果的 不是在那边烧烧烧烧不出什么东西 他烧出一个爱神的心 爱同胞的心 一个 新的一个使命 所以 从他接着一个经历跟教导呢 你经历过这种爱佛的焚烧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面 你会整个的生命方向 爱神爱人的心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的确有些弟兄姊妹 在头会里面 或者在自己灵修祷告的时候 被圣灵浇灌充满的时候 哇他整个的灵命真的被更新 社会不同的 但是Bernard是用另外的一个名词 他是用爱佛的焚烧 这种叫做 Fire of Divine Love 他追求这种Fire of Divine 对他也是追求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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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期一点点 对我们可能后一段时间会讲到他Francis of Sisi 但是他的教导呢跟说明呢比Francis of Sisi来得清楚 他真的能够有话语去讲解一个经历 他真的能够有话语去讲解一个经历 所以他把这个Affection Experience跟Reason跟经文会配合 他能够把这个爱佛焚烧引到这个摩西旷野的经历 这个焚烧荆棘的经历 但那个焚烧不是焚烧在那个荆棘上面 是焚烧在你里面 不会让你burn out 反而让你整个生命在这个爱佛的焚烧里面 整个生命被改变 就好像摩西的生命被改变 从一个完全失望的牧羊人 变成一个神的一个领袖 一个手中的一个贵重的器皿 那的确 有人就问本啊 怎么知道你经历过这种 主的临在跟爱佛的焚烧呢 他的答案就像摩西的经历一样 你经历过的话呢 你会看到你的生命有改变 有新的方向 你对神有新的爱佛 新的爱慕 不一样 那当然现在透过另外的一个的说明 很多人他们经历这个圣灵的更新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充满 很多在五旬节运动 或者灵恩运动里面的弟兄姊妹 他们有这样的经历 的确他们整个的生命不一样被改变了 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 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跟一群团系的弟兄姊妹同工 我们在发言新城的一个 apartment里面在那边祷告 哇 祷告到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哇 圣灵的爱佛大教官 哇 真的是很奇妙的经历 有人就唱灵歌 有人就看异象 有人就讲方言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讲方言 哇 不知道什么 我也是地天踏踏被圣灵充满 讲方言 然后跟着这个看异象 看到哇 整个的这个 福音的这种的工厂 世上的灵魂等等 哇 整个生命被翻转 就开始热心传福音 然后就开始拼命的读圣经 拼命的祷告 整个生命被翻转 然后很奇妙 我们当时这几位的大学生 团系的这些同工 因着那次的经历 现在大部分都变成传道人 有在香港牧会的做师母的姐妹 有在韩国牧会的两位弟兄 也就台湾在做牧师做传道人的 有我在美国 我们的七八位 然后90%今天都成为传道人 因为你被那个圣灵的爱佛的教官 你的生命不一样 好 那么关于他这个爱佛方面的教导 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方面 讲到这个 神最终极的工作 这个spiritual marriage 然后他带到这个爱佛的问题 他这算是密切派的始祖 也不是 我们不是讲过密切派的始祖 应该首推是什么 博利根 还是欧里根 还是欧里根 他最早期 他已经到了中世纪 祖后一千多年 到十一世纪了 他已经 十一十二世纪了 但透过他把密切主义 带到一个理性的结合 integration verb scripture and reason 等一下你再看他的教导 你发现 哇 他真的是 非常会用神的话来解说 密切的经验 把密切经验 建立在一个理性的话语的根基上面 就是他很特别的地方 好 第二方面 他都讲到这个 spiritual marriage的一些的经历 他不单讲到神 救赎最高的目的跟心意 是要带下一个 divine marriage 然后他继续来说明 这个的spiritual marriage 的一些的经历 这个经历最重要的 是在雅各书第一上第二节 亚哥书第一章第二节 解释divine marriage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历 也可以说最高峰的一个经历 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 因为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这个灵力的婚娶 spiritual marriage 最荣耀最高的一个经历 就是主用口与你亲嘴 他的爱情比酒更美 比一切一切的东西都更美 就是这种mystical kiss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mystical kiss 还是只有男女的kiss 在这个divine marriage里面 神圣的与主的婚娶联合 一个最高的一个的经历 最荣耀的经历 就是mystical kiss 主跟你亲密到一个地步 好像与你亲嘴一样 然后他就讲到 我们如何能够 一步一步进入到这样一个 跟主最亲密的关系 主跟我们亲嘴 他说有个过程 这个过程 我们注意这个图 先亲主的脚 亲主的脚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你要亲主的手 然后你有这个经历之后 才进入第三步 你能够与主亲嘴 主与你亲嘴 然后我们就要说明 什么叫亲主的脚 亲耶稣基督 钉横的脚 这个亲他的脚 来是表明我们脱离罪恶的道路 不走罪人的道路 只走主耶稣 他脚所走的圣洁的道路 他实驾成圣的道路 通过遵守神的真言的命令 主所走的道路 这就是叫做亲主的脚 那你发现他这个的层次 受到谁的影响 欧利根的影响 你还记得欧利根不是讲到这个 所罗门的三卷树的层次吗 第一是进入真言 或perification 但是他把这个perification 更活泼的用主的脚 亲主的脚来说明 这是他的天才的地方 亲主的脚 要走主所走的道路 那当然他也从亲主的脚 在旧约时代 谁去会亲人的脚啊 仆人才会亲对方的脚 所以他说你第一步要做主的仆人 要走主所走的道路 然后再进入亲主钉痕的手 表示你的手 像耶稣一样 像耶稣的手一样 放下这个世界 能够完全的舍己 不再用你的手来抓这个世界 你所以能够你的手放下这个世界 是因着你体验了传道术的真理 看破了这个世界 看破了世界的物质情欲 你的手才能够放得下 还记得我们中国的传道人写了个无名的传道者吗 是我自己的手是吗 甘愿放下一切的享受 你的手如何 你要亲耶稣的手 看耶稣的手 耶稣所放下的礼也放下 不能够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手扶着礼往后看的 不能不配近神的锅 你的手抓住那个礼 那个礼代表什么 你的身材工具 抓住你的饭碗不放 那礼就很难了 你的手 你要亲耶稣的手 好让你的手像耶稣的手一样 愿意放下 甚至耶稣放下 祂在天上的荣耀全能 降卑成为人 甚至祂的手放下了祂自己的生命 能够用你的手 只做主手所做的功 过侍奉主的人生 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说的 我们被神拯救 好让我们能够用圣洁 能够一生来侍奉祂 你的手只做主手所做的事 来解释 亲主的手 然后他描写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谁能够亲对方的手呢 是朋友 你就晋升到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 做耶稣所做的事 也是朋友 然后当你能够亲主的脚 进到亲主的手 那你就能够进到第三个警戒 亲耶稣的嘴 或者主会与你亲嘴 就从仆人 进到朋友 然后进到什么 成为基督的爱人跟信父 能够亲嘴这个事 从dating开始 当然美国这些男女 一dating可能就亲嘴了 但是在古代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要一步一步的 那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步一步 从仆人亲主的脚 到朋友亲他的手 然后才能够进入 与主亲嘴 成为他的心腹 那这个就代表 能够享受主的爱情 享受主亲密的同在 能够进入与主联合 这个孰灵 真实的婚许的关系 You really become the bride of the Lord 成为耶稣基督的那个心腹 那个心娘 然后他就讲到 The soul's bridegroom 这个灵魂的心郎 will reveal himself only to the one who is proved to be worthy bride by intensive devotion vehement desire and the sweetest affection 这个灵魂的心郎 耶稣基督 只会将他自己彰显给 那个配的心腹 这个心腹 他来自对主 有一种很强烈的 devotion 就是亲近灵修 很强烈的爱慕 跟很强烈的这种 甜美的爱情 and the word comes to visit will be clothed in beauty in every aspect in bridegroom 然后主耶稣基督 终于来造访他 能够配上 永美的衣服 向他彰显 成为他的信仰 那我们就停在这边 亲嘴完就结束了 结婚了 进洞房了 没有戏可以看 谢莫 儿童不宜观看 感谢主 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这样 感谢主